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石玉兰 首先来关心华丽县议会宪政总质询的议程 县议员简志龙提出了在政府开放美猪进口后 为了确保学生食安,特别针对了国中小学营养午餐 强烈要求县教育处与厂商换约,并明定禁用瘦肉筋的猪肉 5号的上午,华丽县议会继续进行县政总质询 首先质询的简志龙议员针对了学校营养午餐 与红叶村的地热开发提出质询 而在学生营养午餐的供应商所提供的肉品 是否能够规范使用在地食材 提出希望县教育处能够明定在合约中相关规范 著名零售肉筋之食材 今天的总质询有三个议题 最主要是以我们现在的公共议题来出 是最让我们国人最诟病的地方 那我当然是针对华丽县政府这边 针对它制定的条例的部分会去要求 那不论是县长所说的零检出 跟中央所谓它的定定的办法 可是我觉得实安胜于我们一些民安 那必须要将所有的任何的一些事机 要回归到我们本身 所以我当然也希望要求我们县府 它对县长所提出的零检出 一定要极力地要要求 那我在这边有针对就是学校 它的营养午餐这个部分 那我是看了它的一个叫规范书里头 那其实里边就是 仍然是沿用中央的法规的依据 依据跟依据 在对我来讲会觉得这个是 不是什么很有蛮有保障的一个回应 所以我这边一定要要求县府 依据县长所讲的零检出 所以其实就不会有其他的一些的残留产生 那第二个议题的话 就是我们红月低热的问题 那县长这边也有回应了 所以低热的问题的部分的话 就是如果在未来 厂商在取得开发许可证之前 它必须要征得地方族人的同意 厂商要如何去做足它的一个回应跟说明 我觉得这必须是两件事情 那至少在县府的态度是 让我们部落能够先取得部落的共识 这个才有办法 那第三个是偏乡检出建筑条例 那我们依循大概台中市跟我们新竹县 已经18、19年未去修订的 偏远地区的建筑条例的办法 我也希望在这个会计之后 能够赶紧进入密鼓来完成它 对于政府在进口瘦肉精养殖的猪肉 与本土猪肉的标示上甚感恐惧 定期会上 简志龙议员就对于 国中小学营养午餐所使用的猪肉 与供应厂商合约问题进行质询 希望交易处能够与得标厂商进行换约 明定要求供应厂商不得使用瘦肉精养殖的猪肉 以保护学生的食品安全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